本以为上期视频讲的通俗易懂,尽可能的不用太多的传统词汇 结果还是有人在评论区留下了这样的留言 看来我有必要详细说一下深蹲和马步 不过我个人水平有限,有说的不对的地方 还望大家留言指正 首先常见的深蹲按动作幅度可以分为半蹲,平行蹲,全蹲等 按站距可以分为窄距,中距,宽距 按钢链位置可以分为紧前紧后,高杠,低杠等等 还有依靠不同辅助器械的深蹲不易而足 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里补充 如此来说,虽然都称之为深蹲,实际上根据发力点在脚上的位置 膝盖的朝下,膝盖与脚尖的位置关系 先屈膝还是先屈宽 练习不同深蹲所刺激和锻炼到的肌群就各不相同 比如力量矩深蹲就是低杠位,躯干略前倾,占据较宽 蹲起的过程中以屈宽为主,主要使用的肌群是臀大肌和国神肌 而奥林匹克深蹲则是高杠位,躯干较竖直,占据略比肩宽 蹲起时与屈膝为主,主要使用的肌群是股四头肌 不同的运动需要的肌肉和专项协调并不相同 不同人的身体条件也不尽相同 所以训练方式会根据个人的身体条件训练的目的而产生变化 那么马步具体是练什么的? 看过上一期的朋友应该已经了解了,是练习庄稼 当然在大部分南派拳术里,专指下盘功夫 那么我所学的马步是如何起到练习庄稼的效果呢? 首先脖子不能前伸,头腰上顶 加上收下颌,使颈椎拉直,让脑袋形成一个相对稳固的结构 实战中仰着头不仅破绽更大 抽拳也会相对不稳定,这就是头领筋 然后是沉肩坠肘,含胸拔背 其中肩膀下沉,肘下坠以至于内扣 使中后侧三脚肌和弓三头肌放松 在此基础上含胸,也就是将肩胛骨向前伸出 拉伸了腹外斜肌和背阔肌等核心肌群 使身体的力量撑到了指尖 如果抬肩抬肘,则会使三脚肌攻三头肌绷紧 并且力量反作用于肩背 时间长会使三脚肌疲劳酸胀 而肘内扣力量直接来源于腰腹 简单来说,当你抱一箱重物时 抬肘则主要使用肩膀的力量 而肘贴紧,则是核心力量为主 大家平时习惯用哪一种方式来搬运物品 甲肘的扣1,抬肘的扣2 传统武术中大多数出拳都是不抬肘的 少有的抬肘也是最后将拳翻转固定住的同时 借助身体的力量前压 所以优秀的传统武士少有过于粗壮的三脚肌 攻三头肌,胸大肌,而腰背腹较为粗壮 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东方审美里的壮硕身材 几乎很少是倒三脚的 以至于腹肌都和当下流行的西方审美不太一样 接下来是脸臀提肛 脸臀使臀部收紧 提肛使胯骨向内翻转 尾骨回收,配合拔背 使脊柱撑直,背部的肌群进一步得到伸张 身体上下连接为一个整体 腿部直接支撑身体 如果不撑直则容易上下脱节 力作用于腰椎上 也就是俗称的塌腰 拉直以后才是腰马合一 然后是扣膝圆当 膝盖微内扣,大腿外撑 使双腿既有向内的夹劲 又有向外的捧劲 如果只是内扣 如果只有外撑 最后要脚趾抓地 双脚像搭钩一样搭住地面 重心落于足底涌拳穴 双腿螺旋向下拧紧 牢牢抓住地面 达到全部要求后 再慢慢下蹲增加难度 以至于和地面近乎平行 注意膝盖不能前跪 会使重量压到膝盖上 也不能蹲得过低 起不到锻炼效果 到了这里 如果还说马步就是深蹲 或者马步不如深蹲 那么问题来了 你指的是哪一派的武术 的哪一种马步 不如哪一项体育运动的哪一种深蹲 在训练目的和手段上 哪一点不如 就好比说你吃饭用手抓更快 所以用筷子吃饭的都不如你 或是你从小出宫入境 就用作变器 所以臀部肌群发育的比较科学 而习惯用蹲坑的 就会长得封建迷信 并且效率低下 还是那句话 找到适合自己的 知道自己是谁 自己在哪 大家都为自己说的话负责 求同存异 最后再说一句 传统武术不同门派之间 也都有各自的器械训练 负重训练 不同阶段 自有方法和手段 如果这一系列反响不错 Apple主会尽自己努力 把所知道的方法展示给大家 也是抛砖引玉 希望传统武术能越来越好 少一些无谓的真执和假大空 多一些他是练拳的心 无意是练出来的 不是说出来的 有装插的功夫 为什么不好好练拳 是不是不会 好了 感谢各位观看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 提出意见和感兴趣的话题 我会在接下来的视频中 挑一部分去细说 别忘了一键三连加关注 谢谢